嗨,大家好,我是美,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虽然我最近还蛮频繁的在出片的 但是这几集呢,主要都是邀请一些嘉宾啊,健身教练 我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跟你们谈心了 是update我个人的状况 我来美国已经一年多了嘛 那很多有在follow我的旅程的人就知道说 我去年申请到NYU的offer 然后我现在是就读纽约大学的行销研究所 那现在是第二年 所以一晃眼的时间我就发现 哇,好像已经快毕业了 我是明年五月毕业 所以现在是在第三个学期的学期末 那其实在纽约的生活 我一直都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已经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所以要非常谢谢大家对MAY一直以来的厚爱 好,那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在看这个影片的粉丝可能都是蛮紧密的粉丝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给你们公告一个小的消息 无关我个人的消息就是 我搬出来我原本的apartment 然后现在呢我是跟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住在一起 可是我们已经dating一年了 然后感情一直都蛮好的 先讲就是他是Asian 所以他不是白人 有些人好像就以为就是我来美国就是来找白人 就不是,我不是说白人不好 而是我刚好遇到喜欢的男生 然后他是亚洲人 可是他从小是在加拿大长大 然后现在我搬到Upper Manhattan 因为跟他同居我们两个人都可以share房租 然后他住的环境又很好 又离我学校很近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蛮人生蛮重要的选择 但是至于我在美国的方向到底怎么样 我还是不太确定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 对,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 妹已经脱单啦 去年我分手一个交往七年的 快七年的男朋友 先说我没有任何的drama 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他 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觉得我们有很棒的情谊 然后我也很遗憾就是 这一段的情分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对我不错的男生 虽然之后的胃脂数还很多 但是目前就是想要和他继续探索下去 好,感情的部分已经交代完了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 为何吃蛋白质那么重要的这个观念 因为之前在网络上就是有沸沸扬言 我在讨论说 为什么健身教练们 或者健身网红们都说什么 蛋白质要吃到两倍以上啊 但是其实 维持每个人生理机能的最低蛋白质量的需求是 0.8克乘以1公斤 也就是说如果我体重是60公斤的话 我一天最低的蛋白质摄取量是48克的蛋白质 非常容易达到 对,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是有高运动量还有增肌的需求的话 你的合成代谢就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出很多 然后在生长肌肉的过程中 你也会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修复 这时候蛋白质的建议量就会拉到1.2 甚至如果你是在热量赤字的话 你就应该要摄取1.5到2倍 但是这个是比较福 就是你的代谢比一般人还要高 然后跟你有增肌需求的基础下 好,那这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 就是我的体重54公斤 那乘以1.5到2倍的话 就是目前我的蛋白质目标是80到100克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从你的基础代谢率BMR 这个数字你是可以在健身房去测量的 那基础代谢率呢 它是你这个人 就是你像一个废物一样 可能你光只是呼吸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躺在床上你的身体 就可以为你燃烧出你的基础代谢率的 这个数字 那我自己有测量出来 我是1300多大卡 然后这个数字呢 它会随着你的年龄 你的性别 你的身高体重 还有你的肌肉量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还没有练肌肉的时候 就是我的基础代谢率只有1100 因为以前是泡芙人嘛 然后体重也稍微轻一点 那现在肌肉量有提升 所以我现在的基础代谢率是1300多 然后你获得这个数字之后呢 你可以乘以你的活动系数 那活动系数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人的 到底有多积极的在你的生命中 就是比如说好 我非常喜欢走路 然后或者是我的工作 就是以高活动量为主 就是我每一天可能都会需要跑跳 那这时候你的活动系数就会比别人高 然后如果你又是一个 你喜欢去户外爬山啊 或者是你很常去健身房运动的话 你的活动系数一定可以拉到1.3到1.5 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懒惰 喜欢宅在家 然后你的工作性质也是偏比较静态的 你去工作室上班 然后你一整天就坐在那边 然后晚上回到家也几乎不运动 那可能很遗憾的 你活动系数可能就只有1.1到1.3的区间 对所以其实我们人体的消耗量是 主要是由我们的基础代谢 因为它大概是占60到70% 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非运动的消耗 包含做家室 或者是一整天的外出社交等等 都可以包含在那 接下来就是结构性的运动 也就是你去健身房 你计划内的运动 还有食物的生热效应 那食物的生热效应呢 它其实也占了消耗量的大概10% 那到底吃什么食物的CP值最高 就是蛋白质 所以针对想要减肥的人 就是也会蛮建议说 你吃蛋白质 你的身体的代谢也会变得比较高 所以这时候你获得了你的TDE 我会说我大概是抓1800到2000大卡 那之前有人问我说 这个数字是不是浮动的 没错 因为我们每一个阶段 我们的运动量都不太一样 像这阵子就是我的活动量 又变得比较多 所以我发现我一天吃2000大卡 可能也不太会胖 对 可是如果你的运动量没有我大 或者是你的运动性质 比较偏皮拉提式瑜伽的话 可能你的消耗量就没有我那么高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到底TDE是多少 我觉得是要透过对自我的观察 那我自己的话大概是落在1800到2000 就是这是一个有点模糊的区间 对 那因为我是一个直觉性的隐私者 可是呢 当我有减持目标的时候 我的TDE就会给它减少300到500大卡 300到500大卡算是稍微激烈一点点 如果我想要走比较温和派的话 可能就是减100到300大卡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抓一个区间 大概1500到1700 是适合我的热量吃脂范围 如果你是想要增肌的人的话 也会建议你是抓TDE 再加上200到500大卡 对 那是我会说 如果你对增肌比较偏保守 你不想增到太多脂肪的话 那就是抓大概200大卡 就足够可以让你增肌 那这增肌其实 比起减制 我觉得它又再更困难 因为它会需要 渐进式负荷的这个基础 就是你会需要去提高 你的运动的强度 那这个强度 它主要是来自于提高你的重量 可能减少你的足间休息时间 给你的身体更高的负荷 给你的肌肉一个shock的感觉 它才有可能让你的肌肉增长 对 所以以增肌而言的话 我会说就是优先顺序 就是大重量的复合式的运动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要先从3到5RM开始 大概是从10到15RM 然后8到12RM 也是一个蛮适合你的区间 那如果你慢慢去掌握这些动作的话 你就可以做3到5RM 然后今天的影片 就是除了我刚刚的分享之外呢 就是我也会就是用一个蛮走一个Vlog的方式 去呈现给你们看 就是我现在训练的一些内容 然后还有我一天的高蛋白饮食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早餐我一定从两颗不同形式的鸡蛋开始 不仅富含蛋白质 也对维持荷尔蒙和神经系统非常有益 此外我还会搭配两种水果 最常吃的是富含维他命C的奇异果和黑莓 加上两大匙的希拉优格 然后呢 我喜欢搭配的是我在后腹常买的无花果酱 还有我自己品牌推出的抹茶燕麦脆片 它是含有大豆蛋白的高蛋白质燕麦脆片 淋上一点蜂蜜 完成我非常快速又美味的懒人早餐 鸡蛋的部分一定要是半熟的 这样子大概是含有25克的蛋白质 350大卡 那午餐的部分我来做非常低成本又好吃的青纸豆 先把鸡腿切成小块状 用盐巴抓咽一下 接着来切洋葱 以及葱花 那平底锅把洋葱加入炒成比较透明的样子 那等待同时呢 加一点水鸡汤 酱油 味淋 还有米醋混合一下 那洋葱跟鸡肉 稍微拌炒一下到半熟的状态 就可以加入刚刚混合好的酱料 大概7-8分熟之后缓缓的倒入2-3克的蛋液 撒一点葱花 配上白饭 完成 日式青纸豆有40克的蛋白质 500大卡 那下午我来到健身房 现在我一周几乎一个礼拜去4-5次的健身房 那今天会跑的是上次哪一样教练所教我的关于拉的课表 那一开始的暖身我刚刚做的是the greatest stretch 然后现在我会比较focus在髋关节的一个活动度 那最后我做的是扫地的暖身一边大概5下 那空杠暖身之后呢我直接从组训练开始 我今天做的是相铺硬举 一组我抓5RM 那来到第三组的时候 我做的是95公斤的硬举 那在做相铺硬举的时候 我的占据会比一般的占据再宽个1.5倍 在还没有拉之前先让我的背部保持平淡 核心收紧 正心往后 在拉的过程中将屁股往前推 主要是使用臀腿的力气 那相铺硬举做完之后 我大概降了约20公斤的重量 来到RDL 那RDL的话我做的是比较高次数低重量的 一组我做8RM两组 徒手的引体向上 三组六下 还有用狐狸做B stance的Single Leg Deadlift 那在做B stance的时候 我的后脚会稍微有点垫脚 那我的重心是放在我的前脚 我的上半身往前进的时候屁股后推 感觉到腿后侧的张力 那单边做完8下之后呢 换脚然后我直接做双边 屁股非常有感 那接下来还是背的训练 这个动作非常的帅气 我很喜欢做 那我会用两边的勾环 从最上方往下拉 T Bar Roll也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感的 那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身体 都是保持稳定不会晃动 我上半身是倾斜45度角 让我的重量 挖到我的腹部 那最后的动作是上次Econax教练带我做的 瑜伽球骨二头弯 那大概做了8下之后 不休息 直接做的是乔式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超级组 尤其是在最后一下的时候 大概挺了10秒 超爆油感 最后不忘来伸展一下我的臀腿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边了 那训练之后呢 我通常会来一杯高蛋白奶昔 今天加了杏仁奶椰子水 还有半杯的水 然后我使用的是纯黑芝麻的女性专用乳清 里面添加了益胜菌还有胶原蛋白 大概加入两匙以及小量的冰块 拿成非常浓醇又好喝的黑芝麻加原蛋白乳清 那晚餐的话我切了洋葱还有蒜末蘑菇跟番茄 今天来做个意大利面吧 加盐水煮约10分钟 那等待的同时我把冷冻虾仁还有高蛋白的鸡肉长 微量加热两分钟 冰底锅先炒洋葱以及蒜头炒香之后 加入蘑菇还有番茄 再继续的拌炒 我另外还加了一些结果增加纤维量 然后刚刚加热好的蛋白质也一起下 番茄糊 还有很重要的关键是煮面水两匙 大概稍微炖煮一下 意大利面好的话可以加一点橄榄油 口感会比较好 用一点洋葱粉奥勒钢 调味一下 与意大利面拌一拌 最后加一点起司粉 巴西里以及盐胡椒调味 再撒上更多的起司粉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健身也可以吃那么好吗 我觉得这主要是来自于 了解你自己的TDE 然后还有你知道你的训练量 跟你的消耗量 所以你完全是值得 吃下再玩好吃的面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啦